姜濤的中学新闻报道 这件事很好笑 虽然已经过了第三轮903的投票 所以这件事我免得 免得帮鸡屎腾 不是鸡屎腾 应该是帮Anson Lo做助选 所以我特意将这件事不报出来 等过了 第三轮的投票已经结束 这样才报 这件事发生什么事呢 好笑 我继续用这个鸡屎腾去代表 鸡屎腾就好笑 其实也不是鸡屎腾 其实不关Eden事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同一时间还是什么 总之Anson Lo说 他说会考虑模仿张敬軒 到街上拉票 这样就好笑了 这些神徒不是说会下去拉票的吗 还有牵工下去拉票 有他的特殊原因和目标 对不对 你Anson Lo了不了解 鸡屎拉选票的意义 明白吗 所以很重要 这件事 今次就和大家谈一下 究竟下一轮 第四轮 当我们要选歌曲的时候 究竟会遇到什么阻力 Anson Lo 究竟 应该不单止Anson Lo 鸡屎腾 我相信Eden都一样 他们同气连肢 他们同气连肢 不是连体应 他们同气连肢 究竟他们当中有什么阴谋 跟大家分析一下 开始这段影片之前 请大家赚好这段影片 还有某个言 一个心心一个笑容 一点都可以 最重要 课今之前 这样就希望 再对抗些Haters 好了 这段的新闻 就这么说的 话说 其实已经是选票期间的新闻 我就以防万一 就以防万一 废二市就帮他助选 废二市就在这些地方 就无故帮他做宣传 所以我就等到第三轮投票完了之后 才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 就相当之有趣 真的相当之有趣 究竟Anson Lo 是不是真的会上街宣传 而他的目标 是不是对着姜濤而来呢 话说呢 话说呢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起因就是 关于张继琴事的 关于张继琴事的 张继琴在第三轮投票的期间 就在街上宣传 在街上宣传自己 表面上宣传自己 实际上就是强撑姜濤 这件事就分析过给大家听 大家都明白当中 鲜公的苦心 我相信很多娱乐记者不明白 但是高登仔看得出 高登仔看得出 鲜公究竟那个心态是怎样 其实他就是撑姜濤的 无论从主观上也好 或者是客观上 对整个娱乐圈的影响也好 鲜公都是希望 就是姜濤赢的 这个很明显的了 但是这个很明显的信息 高登仔看得出 我不知道其他有些预计 看得出 又或者他们看得出 特意不说 是吧 免得帮姜濤助选 我不是的 我这条频道 我一过这条频道 就是帮姜濤助选 就是要捧姜濤上位 得到票数 没有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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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街的背后的意义 就是和大家分析了 有这个预计 在一次访问之中 就访问 Anson Lo 他说 现在张敬軒下街 总之在903第三阶段 张敬軒下街 拉票 Anson Lo 你又怎样 Anson Lo 在那个访问 都表示 都会考虑下街 拉票 那些希望为自己拉票 当然这段期间 他访问期间 就是说 他是第三阶段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说 我最喜爱的男歌手 但是最终 也都没有任何的讯息 或者任何的报道 是说他在这段时间 但是Anson Lo 就下街去做 甚至Edan 都没有了 即基斯藤都没有下街 即现在说真的 下街就是 只是敬軒 但是大家 就要留意一件事 究竟 Anson Lo 甚至叫做 这个基斯藤 这个组合 究竟会不会 在第四阶段 甚至甚至 第五阶段的时候 下街去宣传呢 这样 那就难说了 因为 如果根据 现在很多 那些 非官方 或者叫做 不合科学逻辑的 数据分析 就是说 我最喜爱的五强之中 现在叫做运光 叫做领先 当然 我觉得是 是有斟酌的余地 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实质数 现在 知道结果 知道一个真实的结果 我相信 只有903的高层 甚至是点票员 是知道的 其余的一律 我当一律 那些消息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以 大家放心 基本上 我觉得 这个 姜濤 依然 是有一个气势 放心 所以 就说 究竟第四轮 究竟那个宣传是怎样 那个宣传 就是说 Anson Lo 会不会下街 我看这篇 这样的新闻 都觉得 都就是有些 有些 有些 想象 我自己觉得 有些想象 就是觉得 似乎如果Anson Lo 都是怕 或者是 发觉这些东西的话 咦 会不会都 真的下街去搞呢 因为实在是难估计的 实在难估计的 就是我想 Anson Lo Edan 就是这个 Gayne Sten 组合 基本上 是会 想一样 他们的目标 老实说 他们的目标 究竟 是不是在于 是 尹干身上呢 我都觉得是有斟酌的预地 但是 他们的支持者 神徒加鸡屎 不是 爵士 所谓的 常常关注 鸡屎 神徒加爵士 那 就有机会 他们的目标 就肯定是 对准这个 姜徒 和姜糖 这个是 这个是 传统以来的 组合 当然 尹干 那个形势 是怎么样呢 我有待 之后 再分析 这样 所以 这个 这样的情况 就非常之 就是一个 我觉得 是需要大家留意 但是 我想 其实 在第三轮 这个 903选举的期间 其实 我们看回 那些报道 当然 我是没有卖那些街站 尹图那边的街站 尹图那边的街站 其实我报道 尹图都有下街做拉票的 他们也都是叫做 叫做 教别人去 去 怎么登记 甚至是 怎么样去投票 在903那个 当然 他们一定是 一定是 投Anson Lo 这样 穷屎 我不知道 因为穷屎 他们 我看到后援会 解散了 究竟有没有人组织 现在有没有人组织 没有人组织 穷屎 会不会三五成群下去搞 我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报道 也都在穷屎群那里 也都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宣传效果 所以穷屎 就 我想 这个力量在这个 球援会解散了之后 就 就是 大减 甚至是 Edan 这个 五位都入不了 所以 我想 球援会 都非常重要 这个角色 那 这件事 不用说都知道 所以 我想 Anson Lo 对于这个 第四期 就是第四阶段 和第五阶段的选举 肯定会 就会落足力 因为 Anson Lo 今年出歌的数量 就多了姜濤 因为 姜濤 只有两首歌 一首就是dummy 一首就是图 之前和大家 仔细分析过 而这个Anson Lo 就 肯定多歌 这个 姜濤 Edan MC 应该这么说 不是他们出得特别多 今年 老实说 是 姜濤出得少 因为 我始终都说 一样东西 就是 一样东西 就是 虽然 今年 就叫做 应该赤赤埋埋 出了三首 一首 就是dummy 第二首 就是图 第三首就是 癌蚱 但是癌蚱 基本上 是不会入到 今年 那个 选票名单 老实说一句 是吧 因为太新 那 这件事我也是 救病过 就是 没理由在这个时间 去 推出 癌蚱这首歌 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 浪费了 浪费了 但是 其实之前 哥哥仔也说过 其实一个歌手 应该是 遵从黄金九十日的定论 就是说每一个 红的歌手 应该是每隔九十日 出一首新歌 才可以保持到 他的人气 和领先的地位 所以 这个理论 我就说出来了 但是 实学活用 就是MC 和Anson Lo 加Ethan 甚至Ian 都是 他们就活学这九十日 就是 当然 你们不是做PR 的 你们未必知道这种 宣传手法的定律 但是 其实在我的频道 都一再已经是 说给大家 甚至是 说给 Muccaview的幕后 就是说 你要捧一下姜濤 你要捧一下姜濤 是需要 九十日之内 出一次歌的 这件事是要 循环不息 才能保持姜濤的气势 但是 你说 Dummy 和陶之间 是九十日 陶加 这个 岩蠢 也是九十日 虽然是做得到 但是 问题上 那个timing 是太不好 就是 岩蠢这首歌 因为 其实岩蠢 我相信姜濤 都是用了很多 心机和时间去部署 而且我自己觉得 那个timing 实在太不好 第一 就碰到 这个 怎么说呢 第一件事 就是碰到 903的投票 第二件事 就是碰到 他那个 那个 就是 聂造匪民的前身 那 亦都是 当 他和Lidia 甚至是 那个Tammy 就是 那些传媒 混用他们 这些匪备 去打击姜濤的时候 姜濤 还要是 因为 因为他临残这首MV 要去台湾拍摄 而找Tammy 做主角 而当中 又牵涉到 摺蜜的镜头 和床上的镜头 令到 我之前也说了 令到很多姜濤 产生不满 以至点击率 就下降 所以我觉得 timing 真的相当不少 如果我自己一早已经是分析过 或者是建议过 这首歌应该是起码 起码 是这个77903的颁奖典礼之后 就是说明年1月1日之后 是吧 可能说1月2日出 1月3日出 都更好 是吧 你明白吗 其实呢 他出完了之后 跟着430就再出多一首新的 那就是时间配合得正好 1、4、7、10月 就是1、4、7、10月 这样出 那就可以整个攻略就在了 就是姜濤出歌的攻略 那就不用乃至到 就是现在呢 其实 确实在这个位置 真是 癌蚱了 真是 真是 虽然有些YouTuber 说癌蚱这个名字 改得不好 但是我们不从 我们不从这些 玄学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从一个 基本逻辑数据的推论 就是说 这个真是 应该是 部署在 下年1月 我相信 我相信 第一 就是 说MIRROR演唱会 对不对 就是说 原左戚叉叉 和MIRROR演唱会之前 这段时间 究竟 MIRROR演唱会 對之前 这段时间 究竟MIRROR演唱会 究竟MIRROR演唱片 最后 今天 就是 daddy Viu力童了 就是Viu力童了 起碼是重視和幫他想過 姜濤這首《岩慘》這段時間出 也有幫他想過 想過如何將這首歌推入絕境 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PL 如果他真的沒有心害姜濤 老實說我這樣說 沒有心害姜濤的話 這個PL真的可以解僱 對不對? 最終得到原來我的PL 就有心整股姜濤的 故意令到他第十三首單曲搞不定 沒有了氣勢 要窩荷了他 我也可以理解背後的陰謀 如果你說隨便說一句 看到這個空檔 不移就推吧 那我就慘了 我自己覺得 我更擔心老實說 很明顯 這群PL就是沒有用腦去思考 沒有用腦去思考 搞到今時今日的情況就是這麼惡劣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們有一大群姜濤 頂住這個岩慘 而且不是每一個姜濤都拜 我明白 我明白 知道那些姜濤不拜 但是我都苦口婆心說一句 老實說 是不是? 人家Anson Lo 有雞屎騰 都出道口真的要下街拉票了 是不是? 人家是很積極的 人家很積極真的要奪貫 其實你要想一下 我們作為姜濤 我們只是抱歉一下 是不是? 就是有些藏的氣 我的天堂城市都有藏氣 都有抱歉的氣 是不是? 那又不是說他過不了一千萬的原因 總之 你明白我想說的東西就是 我想作為姜濤 就是要想一件事就是 他都是姜濤的作品 都是姜濤的一個催生出來的BB 不單是歌 無論是電影也好 電視也好 都是姜濤的作品 就是我們作為姜濤 就沒有理由不去支持的 是不是? 甚至到我不知道第四輪 究竟神徒也好 爵士也好 是不是? 雞屎騰也好 究竟他們那個部署 是有多麼積極 是不是? 甚至是以激怒姜濤為目標 是不是? 就是我想現在 其實基本上全世界 全世界都對著姜濤那兩首歌 來麥克風 是不是? 因爲第一 其實這個是一個差的部署 我自己覺得 因爲如果我連出的小歌 那大家肯定會對著我的歌來砌 是不是? 而且其他 因爲如果多歌 譬如你說姜濤多出幾首歌 那他那個受到針對的目標是會擴大一些 所以我的投票率也都可以處理得好些 但是問題上 現在的客觀因素就是在說 是的 這個 歌已經少了 而且都是四面坐歌 我經常覺得內外夾擊 所以真的是一個苦戰 去到第四階段 和第五階段 雖然說張景軒 即是叫做 去到那個候選歌曲的階段 所有的歌手都會拼命去砌 拼命去 希望拉攏一些人去投他那首歌的一票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苦戰 我想這都是一個苦戰 去到第四五階段 所以大家姜濤都要努力了 老實說真的都要努力 要不然都難處理 我自己覺得難處理 即是希望在那些這樣的選舉階段 或者是等等 那就要去搞 所以努力 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姜濤 好 今集的姜濤中文新聞報導就是這麼多 下一集回來 我們繼續